可是有一件事情 你看蔡英偉一邊在處理台媒FTA 跟你說你最看不順眼 是有一個欄尾叫做廖國鬥 廖國鬥竟然公開在質詢的時候 說中華民國要靠中國才能生存 這個黨是不是沒救了 我覺得當立委可以都不用念資料嗎 他為什麼傻乎乎的 然後那個造型也很特別 然後他在那邊質詢 他質詢農委會的副主委的時候 他就說我們台灣是要靠中國 才可以活下去 因為這是廖國鬥 他說像我們去年 對中國的貿易順差 有一千多億 中華民國才可以生存 你都不用看資料嗎 結果農委會副主委 當場就給他打臉說 沒有農產品的部分 中國是進口到台灣來比較多的 所以台灣對中國是貿易逆差 而且是有兩倍 因為他是在講說 中國不是對台灣實施了經貿關稅嗎 然後有好幾千項 然後事實上有大概800項左右 是農委會主管的這些農產品的業務 因為這些牽涉的範圍很大 好歹念一下資料吧 你在講什麼 我覺得一副好像台灣必須要 仰賴中國賞飯吃的那種感覺 暴力順差兩千多億表示 我去一家店 一整年要消費兩千多億 是這家店需要我 還是我需要這家店 對 你在開什麼玩笑 就是說我覺得他都搞不清楚狀況 他其實是用政治的模式思維 然後來處理立法院的這些 實質上面的這些詢答 因為他的政治思維就是 啊 台灣有什麼厲害 反正我們還不是要靠中國 志玲姐你講就破萬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應該是楚音姐跟志玲姐講完就破萬 對 原質還是有差 還好有我們 剛左萬 剛左萬你只有七千多 然後北辰將軍的時候八千多 然後我們兩個的時候就有一萬 謝謝 鳴謝賜票好嗎 好 我的意思是說 這恐怕就是國民黨的一貫的思維 就是說中國是一個母國 台灣只是附屬的一小部分 那台灣既然那麼小 我們要生存 我們當然只能靠中國賞口飯吃 而不問這個事實的這些狀況 而且中國在對於台灣 實施這個經貿上面的 各種措施的時候 你想也知道 中國沒有任何一個動作 不是帶有政治目的的嗎 更何況他對台灣的 這些東西的觀察 啟示到明年的1月12號 這就是擺明的中國借選 介入台灣的總統大選 這麼清楚而明顯的事實 國民黨的中央級民代 在立法院可以完全無視 這個太誇張 台海危機 台海危機確實蠻重要 可是你看有兩個新聞 第一個 美軍印太司令阿基里諾 跑去國會聽證會的時候 直接他也不跟你囉嗦 他不告訴你說什麼時候打仗 他直接就講一件事 我們準備好這一件事 你隨時打我都準備好 你不要跟我講什麼時候打 我都準備好第二件事 史上首次美軍B1B跟印度空軍聯合演習 你說這個地方是最好開中國後門的地方 所以美國派的是轟炸機去跟印度演習 而不是派戰鬥機跟印度演習 這些都有動作 我要跟大家講 第一個美國的印太司令 他不是somebody 他是印太司令 所以他不能亂講話 他不是nobody 他是somebody 他是有名有姓的 而且是有職務的 所以他講的話是要負責任 他說其實我們的工作 每天要做什麼事呢 就是攻台是一件很糟糕的選擇 我們每天都必須要有更大的急迫感來行動 你要說服習近平說 攻台是很爛的選擇 而如何說服習近平就是要有更大的武力來威嚇他 讓你不敢隨便動 這就是他的原意 但是會不會威嚇不住 會突然間習近平發瘋了 他就是要攻 你怎麼下我就是要攻 對 下破膽我吐膽子我也要攻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用行動來保護 這大白話就是這樣講的 那我來講一下這一次B1B B1B跟B52不一樣 這兩個轟炸機不一樣 B52雖然引擎很多 飛得很高 年齡很長 可是呢B1B 他的機翼是會動的 槍技兵 他的機翼是會動的 他的機翼最大展開是42公尺 但他飛超音速度縮到24公尺 所以說他的功能 其實是介於戰略轟炸機 跟低空轟炸機兩個中間他都有 他可以定高度 就是我可以跟地面距離60公尺這麼高 他可以這樣飛 而且是自動遇到障礙 他自己會升高 就是跟地面保持60公尺 他有這種功能 而且這個畫面 大概只有跟印度演習會看到 什麼意思 你看到沒有 美國的飛機 你看到沒有 蘇凱戰機 你看到標峰戰機 印度是不結盟 然後你看到所謂的美洲爆戰機 所以你有看過這種狀況嗎 永遠看不到 美國的飛機 跟蘇聯的飛機 然後跟法國 歐洲的飛機 一起演習 而且最厲害的是 他居然可以通聯 他互相可以通聯 而且我跟你講 這次的演習跟別的不一樣 別的演習不是協同 就是聯合打擊 他中間有一個對抗 對抗 所以蘇聯的戰機 可能就變成是 假想擊中隊 對 他們做完協同 一起聯合攻擊之後 轉為對抗演習 就是蘇凱戰機 跟標峰戰機 還有美洲爆戰機在對抗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狀況是什麼 你知道 美國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我要模擬實地實戰 對 只有印度可以做得到 對 只有印度說 那印度這樣子有什麼好處呢 印度也在模擬實戰啊 它可以跟各種戰機做交互 而且它的位置是什麼 在中國的後門 沒錯 在中國的後門 你中國說 沒有啦 我跟印度是雙邊 我跟印度 我們兩個之間 只是那個小小一塊地在爭執 其實我們兩個之間沒有問題 可是印度說 你當 這個中國 吃掉台灣的時候 你對我就不會尊重 對 因為那個不管是 印鼠的 中鼠的 或者是巴鼠的 那一塊 大家都想要 大家都想要 所以說你會吃掉我的國土 所以很清楚 印度就講了 他說 我們一開始就要做一件事 要阻止中國 禁犯台灣 連印度人都講 台灣有事就是印度有事 對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 當它吃掉台灣之後 其實中國的 整個功力會大增 它有了半導體 它有了科技 它整體的地緣戰略 向東太平洋推 印度就沒得混了 印度它不怕你啦 它整個東太平洋 整個菲律賓海 它都控制住了 那它變得多強大 所以印度說 原來台灣對我們印度 雖然很遠 可是它對我們印度 整體海域 整體印太戰略 它有不可或缺的因素 所以台灣完了 印度就會變成 下一個存亡此寒的目標 所以它就告訴你 印度主權受到 一起 它說印度跟我們台灣一樣 都受到中國的威脅 所以說我們必須要 站在同一條船上 日本有事 台灣有事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台灣有事 美國有事 台灣有事 菲律賓有事 台灣有事 印度有事 現在是怎樣 現在是全球 台灣有事 全球有事嗎 這就對了 就是要營造這種氛圍 這就是台灣的價值 台灣不是很強大 台灣也不是很有錢 但是台灣的位置 就是在中國野心的 那個核心點上 拿下來了 中國就拿下來 拿不下來 中國就被鉛制住 所以我說其實台灣 重點非常重要 現在大家都要辦兵推 你辦兵推才知道 要做什麼因應 可是你說有個 非常特殊的兵推 這是什麼特殊 美國眾議院 中國特別委員會 這剛成立的 要跟智庫合辦兵推 這會影響到什麼 美國眾議院 看完兵推 這些眾議員現場看 知道有多慘 預算好通過 法令好嚴密 要制裁誰比較快 你說這個很不得了 而且這個兵推 智庫正好講 剛剛成立你知道嗎 當時報名的時候 報表 大家都要去 大家都要參加 所以報表 最後還有部分抽籤才進去的 所以他讓這個知道 讓整個新美國安全中心 知道台灣的重要性 而且你看中國問題 特別有委員會 在兵推有角色 他不在旁邊看 他扮演美國政府的決策官員 藉此掌握美國國會 如何提早採取立法行動 協助行政部門 仿制解放軍侵略台灣 他這個是有正反兩邊的兵推 有一些是演美國 有些是演中國 他是正反兩面的兵推 就是美國的行動 中國怎麼抵制 中國的行動 美國怎麼預防 他是兩面的兵推 當他推下來之後 他讓人家知道說 美國目前的共識是對的 就是反中 就是要讓中國的野心 不要赤化到全世界 所以說這個決策 這個結果會影響美國國會 未來對中國的政策